进来就有一个大玄关了 然后我们这边客厅非常的宽敞 今年上半年房仲待看房 一组接着一组忙到手软 那就在央行寄出第七波信用管制后 让房市快速激动 现在的成交量已经掉了将近七成 这次的台风他们就连续放两天假 他们真的放两天假 你们知道在房地产这个房仲仲介业 甚至代销业 只要是在卖房子他们是不休假的 产业的确是进入一个寒冬了 房仲业进入寒冬 有时一天连一组客人也没有 而数字汇数化 因为唯一上市的房仲 信义房屋最新财报出炉 税后存益EPS双双下滑 更是纪减超过四成 不只如此 央行打房也达到消费者信心 根据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最新调查 十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不只终结了连续五个月上升趋势 而房地产指标也月减二点零六点 乃气低迷房仲业 感受很深 买房的信心当然是受到影响 因为买房他会觉得说 这样下去的话 房价一定会下跌 对不对 大家再等等看 期待心理非常的强 所以他们这段时间 他们大部分都不会出来看房子 我在联盟认证里面 我们认证的是以电东为主 因为所有的签约 所有的买卖合约 都是店家要担保的 如果今天出现任何的纠纷 我们节目就会爆料 房仲业进入寒冬 却延伸出不少的买卖纠纷 有地产集团看准机会 首创房地产认证联盟力挺房市 前面在寒冬中雪中送炭 带来一丝曙光 三十万城市首楼福瓷台北报道